在黑暗中点燃蜡烛 一切光照就靠一点小小烛光 72岁的卡迪纳里选择过上没有电力瓦斯的生活 这让他在今年寒冬成为少数不用担心能源危机的欧洲人 数据揭露俄罗斯的天然气国营公司 今年输往前苏联国家以外的天然气出口量达到109亿立方公尺 可是这个数字跟去年相比下跌超过45% 更是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最低的供应量 欧盟多年来一直在讨论要减少俄罗斯能源依赖 如今乌俄战争急剧加速了这类讨论的进展 还有北溪天然气管线先前的爆炸意外 也进一步促使俄方输气量大减 进而让液化天然气价格飙涨 过去欧洲的批发参考价格徘徊在每千瓦小时20欧元左右 今年却一度飙到300欧元 昂贵的能源价格已经让欧洲多家工厂停产 民众也大幅减少瓦斯天然气用量 对很多人而言 这个冬天恐怕会格外辛苦 欢迎新闻的新闻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晚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9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